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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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安老师你看这位犯罪嫌疑人 他是持枪故意杀人 最终还是因为拒捕被警方当场击毙 那么等待他的将会是受到什么样的法律的惩罚呢 陈璐 那我们看到这一起团伙犯罪 他们的行为是非常恶劣的 而且也造成了非常严重的后果 一个人死亡 两个人受伤 并且他们在拒捕的过程当中还要袭击警察 所以是触犯了多个罪名 而且他们还是非法持有枪支 但是好在呢 这个主犯在袭击警察的过程当中 在追击的过程当中已经被击毙了 但是对于团伙犯罪的其他的从犯呢 现在有一些人也已经被抓捕了 也应当会受到相应的法律制裁 对 我们中国有一句话叫 有鹏自远方来不亦越乎 如果这个唐妹从远方来 作为这个表姐给接接风 当然是非常正常的一事 但是呢 最近我们看到这个武汉一位表姐给唐妹接风 居然用的是毒品 11月13号晚上10点钟左右 武汉市桥口区古田四路警务站 接到群众报警 该辖区解放大道古田四路附近的一家酒店客房内 有人聚众吸毒 当时到了那个房间门口敲门的时候 那个房门实时不愿意开 我们已经亮明警察身份了 他还实时不愿意开门 当时他们房间里面的时候 我们在门后 门外等候的时候 就听见里面有马桶冲水 多次马桶冲水的声音 和窗户 开窗户的声音 而此时民警发现 除了两名女孩 房间内的床上还坐着一名男子 虽然窗户大开 可房内仍烟雾弥漫 意味扑鼻 大概大约过了五分钟以后 开门 开门的时候 就房间里面就很浓烈的一股烟味 而且闻到是很大的意味 开门的女孩叫夏某 今年23岁 武汉人 她自称是上海一家广告公司签约的平面模特 民警看到 桌上散落着夏某为各类时尚杂志拍摄的封面照 但是他们还是故作镇定 我们当时就对他们进行检查 无论民警如何询问 三人始终摇头 不承认吸毒 当民警提出验尿检测后 他们这才慌了神 求情未果后 终于坦白 的确吸了毒 夏某交代 当时听到民警敲门 他们连忙将吸毒工具丢出窗外 并将剩余毒品扔进马桶冲走 一切收拾干净后 这才开了门 当时其中一名男子 他有多次涉毒前科 我们当时就分开询问的话 就说明 分开询问了解后得知 其中有一名女性是 刚刚从上海到武汉 然后就想吸食一下毒品 就叫他表姐 堂姐把他联系 联系这个男子 这个男子当时购买毒品 然后到宾馆里面 就供他们吸食 据介绍因涉嫌吸毒 夏某及其堂姐等三人 被处治安居留15日 这位表姐真的是够荒唐的 小杨 你对这位表姐有什么想说的 刚才看完这条新闻就觉得奇怪 生活当中人情常来的 然后接风洗尘其实很正常的事 但是一般情况下 我们应该是到 这个饭馆里面吃顿饭 但是很少有听说过 就是说接风洗尘让你吸毒的 在这里面 刚才有一个细节 就是这个里面的主人公夏某 他才23岁 能做个平面摩托 生活本来挺好的 有工作 可是你会发现 因为这一件事情 他的人生的路径会发生的改变 所以说青春是应该用来奋斗的 而不是用来挥霍的 好 下一条新闻说的是 发生在江苏的徐州 这个交警正在街上正常的巡逻 突然发现了一辆车没有粘捡 而且做了改装 那么在叫停进行检查的时候 居然发现这名司机 是一位网上载逃人员 前不久江苏徐州交警 蓝舰突击队 两名队员正常巡逻时 发现一辆黑色马自达车前辆 明显被改装过 于是两名队员相互配合 利用战术队形 将其截停 两名队员将这辆黑色马自达拦下后 对其车辆信息进行仔细检查 经检查后 发现其车辆除了进行非法改装之外 还没有张贴有效交抢险标志 随即巡逻队员又对驾驶员身份进一步核实 核实过程中 该驾驶员神色紧张 言语混乱 这引起了巡逻民警的怀疑 当时在跟他交流的过程中 就是这个人他左右 就是所动 他不愿意配合 然后我们就发现这是很异常 然后呢 民警跟他进行对话的话 他有时候就是 不和你进行搭话 然后我们就感觉问题很大 警察正发现 这名驾驶员竟然是一名网上追逃的犯罪嫌疑人 由于车上不止驾驶员一人 军联民警已需要对其车辆违章情况 做进一步检查为由 留住他们 同时通知其他巡逻队员前来增援 我们就是通过后台查询 发现他是逃犯以后呢 因为我们两个人只骑着摩托车 对他不好进行 直接的控制 我们就是先稳住他 很快前来增援的民警赶到现场 民警随即将这名驾驶员押送回大队 对其展开审讯 经查 该驾驶员陈某于今年7月 在江苏省仙怡市实习镇 因聚众斗殴 使对方造成轻伤 后被仙怡警方网上追讨 10月9日 被刑医警方 引虚拟子射光 网上追讨的人员 趁过前 已进入虚走 去被我们 来年图局队员查获 今天为什么把你叫过来 知道吧 因为啊 不用给展上事情 你当时也看人了 我过去了 过去了是吧 当时具体 什么情况 你大致说一下 不用叫我去 大家玩去 我想见你我呀 后来多少件也要 他发现了 我给你打了 然后我去找地方 我问你 我给你打了 我 然后人家搞 大致电微博 你个后边的 我刚开了个后边 你也看了 你答应是吧 搞大致电微博 都答应了 目前案件还在进一步调查中 在刚刚过去的那个双十一 很多人呢 都加入了疯狂的网购的行列 也有不少消费者反映说 他们或多或少都发生了破包的现象 那么这种现象的根源到底在哪呢 11月23号 江苏省镇江市的一家快递网点 一辆白色的箱式货车正停在网点门前 大开的箱门几乎占据了整个营业厅前门 工作人员站在货车厢内 将一个个快递盒投掷进收发点营业厅内 一旦手法失了准 快递盒就会撞在门框上 反弹后再落到地上 而周围的工作人员对此似乎已经习以为常 随后记者在附近的几家快递中转站 同样也看到了暴力分减快件的现象 快递员们不时采用脚踹手扔等方式 将快件装车或卸下 而这样的行为往往会导致快递件受损 牛奶嘛不是碎掉了吗 你觉得是哪个环节出了问题了 应该是运输 运输方面 对就是那个快递快递 他送送的时候 可能是帅帅呗 也不管你 上面是小心侵犯 他才不管呢 我们帅帅的 贵重物品当然希望就是小心一点了 如果就是比如说一岁的东西 会跟商家讲好了 就是包装方面要稍微那个一点 据了解仅2015年10月份 全国消费者申诉快递业务存在丢失短少或损毁的情况 就达到4838件 占快递业务投诉总数的26.9% 而根据我国即将出台的快递条例 类似的野蛮分检行为 最高拟罚5万元 并可被责令停业整顿 接下来 邮政管理局将根据记者提供的资料 调看快递点的监控视频 一旦核实将严肃处理 我们看到快递条例已经出台了 那么快递条例的出台 对于根治这些乱象到底有哪些作用呢 陈璐给分析一下 我相信快递条例的出台 必将会对这些快递公司的暴力分检 或者用户信息泄露这些乱象 进行有一些遏制的作用 肯定会有威慑力 但是我觉得实施起来还是会有很困难的 出台的法律只是第一步 另外快递公司能不能够执行后续的监督管理 应该如何去进行 这都是非常重要的 因为一个快件 我们从收件到一个最终到消费者的手里 中间有很多的环节 而且有印输 还有当地的快递公司的收件 很多的点 如果快递公司它自己的管理机制 不去改变的话 是很难实施的 因为快递人员都是计价进行提成的 它只有这种暴力 加速去迅速的去运输 才能够多挣钱 所以快递公司的管理机制 我认为是迫在眉睫的需要改变的 小杨 你对此事有何看法 刚才一个女性在接受采访的时候 说有时候我接快价的时候 跟对方说我这是易碎物品 但其实你发现根本就没有用 因为懒活的人和运输的人 它虽然是一个公司 但它不是一个人在干这个活 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 对于我们消费者而言 我们无论跟收获的人怎么叮嘱 在这过程当中 这就跟扔出去的孩子没什么区别 还有刚才大家注意到 就是之所以野蛮装卸 有些时候有一个问题 一确实的货物量特别的大 二还有就操作不规范 如果就是说 你操作造成的这个件 最后叮到你这个人头上 就是因为你扔这个件 出了这个问题 那这事情反而好绝 就是因为在这过程当中 不能真正落实到责任到个人上 所以我扔坏了 你最后能找他吗 我自己在生活当中也会接到快件 最后东西都坏了 你会发现 你找整个的这个成本 一想这事就算了 就是由于这算了 也会出现这样的问题 好 以上就是热线快报 那么马上进入的是 今天的热线故事 今天的热线故事 从一具无名的 已经腐烂了面部的尸体 开始讲解 灵云县位于广西西北部 处于云贵高原的东南边远 整个山地面积占全县总面积的93% 全县群山起伏 山高古深 在这里 盘山公路随处可见 2015年5月31日 一位刘先生开车回县城 走到罗楼镇的一个山路的路口 看到一群人在支支点点的议论着什么 一个人 然后他就 那个车就停 他们说下去看 然后他就下去了 下去看的时候呢 另外也有三个群众 也是围着那个洞看 然后他们去到里 就问说是怎么回事 然后他们也说 下面有一具尸体 这个洞口仅靠公路 公路一山而建 透过一溪的太阳光 刘先生隐晕看到一具尸体 见此情况 刘先生赶紧报了警 2015年6月1日 早晨 刑侦大队组织多名警力到现场勘察 诊查人员在洞内 看到一位男性死者平躺在里面 那个脸呢 已经腐烂了 看不清那个面目 懂得是一个男的 一个男性 四十多岁 死者的身高在一米七左右 上身赤裸 下身一条黑色裤子 没有穿袭 警方在洞内 没有找到任何与死者相关的东西 随后警方对死者进行了尸解 检查的结果显示 死者的死亡时间在一周左右 由于死者面部腐烂 身上没有携带任何物品 警方只能通过死者 左手手臂的纹身 对他的身份展开调查 初步采访也没有发现 说附近哪里有失踪的人员 于是我们呢 就又赶回来 然后制作了这个巡视启示 然后在就在楼楼加油 楼楼镇加油镇这一带 到处张贴 这个形式启示 张贴启示并没有得到有价值的线索 警方决定分多个小组 多条线路寻找 6月5日早晨 一组民警来到加油镇了解情况 有村民反映 村里一个酗酒的中年男子黄某 失踪多日 听到这个消息 警方立即到黄某家里了解情况 黄某是家中的独子 一直没有工作 也没有结婚 他和母亲生活在一起 平时就靠出租楼下的房屋 维持生计 这次黄某已经有十多天 没有回家了 警方想到用黄某母亲的DNA信息 和死者的DNA信息进行比对 然而 就在警方到黄某家中 调查情况的当晚 忽然有四个人到公安局来自首 声称是他们何某 杀死了黄某并抛尸 当时来的时候我们也很意外 反过来问了他一句就说 为什么你们会来自首 他们就说了一个说 当时的话已经见我们 一个是暂停这个告示 二个就说见我们的警察 到他们那个镇的 我去问了这个情况 当时他们的压力非常的大 就觉得这个迟早要查到他们身上了 觉得的话如果再不来了的话 到时候他们就连这个自首的机会都没有了 前来自首的这四个人多年前租用黄某家的房子 用来做建材生意 和黄某早就认识 其中谭某和曾某是夫妻关系 成某和黄某柱是情侣关系 而谭某和成某是同母异父的兄弟 在后面我们经过询问 我们就发现就说 一个他们准确地表述这个死者的位置 丢的位置 以及他形成身上的那些伤痕 包括他们的这个脸 他这个衣服这些 他们都能说得比较清楚 最终警方认为 谭某曾某成某黄某柱 所供附的何某杀害黄某的情况属实 这场不同寻常的命案真相 也被层层揭开 谭某和妻子曾某平时做建材生意 闲暇时还会帮人运货赚些运费 2014年12月30日中午 谭某和妻子准备帮人拉水泥 像往常一样 他们叫上黄某一起拉货 走了20分钟后 在盘山路的一个拐弯处 忽然一辆摩托车从对面行驶过来 谭某驾驶的货车 带不及多少 两车发生碰撞 摩托车连人带车 从盘山路面翻滚出去 卡到了下面一棵大树旁 我拉了八灯后 他那个人夹着摩托车 这样这样的放下来 他好像是酒醉了吧 我停到那里 然后他都撞在我那个托卡上 后轮的后轮上面那里 蓝板上那里 进到撞到了人 谭某和黄某立即下车查看 摩托车司机已经不能动弹 身上也在流着血 谭某吓得没了主意 拿上妻子和黄某开车逃离了现场 邪货回到家后 谭某和妻子都感到很害怕 他们担心被警方找到 更担心目睹了一切的黄某 会将此事告诉别人 第二天一早 谭某找到黄某 他提出 只要黄某答应不把车户的事说出去 以后每个月 他都会给黄某200元钱作为封口费 他就可以 他说我死了也不说 不死也不说 黄某满口答应会对车户的事守口如瓶 而事后几天 谭某也没有见到警察到村里来找人 谭某逐渐放宽了心 然而在2015年春节期间 黄某突然向谭某开口要些钱来花 黄某这样的要求让谭某感到不悦 他认为黄某已经拿了每月200元的封口费 却还来要钱 纯属不遵守约定 此后黄某多次找谭某要钱 数目也一次比一次大 因为担心黄某把车户的事告发出去 谭某虽然气愤 却也只能尽量凑钱交给黄某 谭某说 那段时间他前前后后把积蓄都交给了黄某 之后谭某的妻子突然发现存款不见了 向谭某询问 谭某不堪重负之下将实情全部告诉了妻子 就说这样子下去的话 这个家的垮已经被他敲诈的已经忍受不住了 然而令谭某没有想到的是 妻子却突然嚎啕大哭起来 并且说出了一个让谭某更没气愤的事情 我老婆说我比黄某强奸了三次 我老婆也发起来 反正就是那些东西 多次被黄某威胁要钱 如今又得知妻子也被黄某强奸 谭某再也按捺不住内心的怒火 他打算跟黄某做个了断 我说我这样我想诊识他 我是这样说的 我是你老婆 2015年4月 村里来了两名民警 张贴了一份悬赏通告 说加油阵上散村村民杨某 在一次车祸中发生意外死亡 警方正在寻找目击者 如果有人提供有价值的线索 可获得5000元奖励 这样的一份悬赏通告被黄某看到了 他立刻打电话给谭某 索要6000元作为分口费 否则便向警方举报谭某 肇事逃逸 听到黄某这样的威胁 谭某再也忍不下去了 他决定要除掉黄某 他把弟弟程某和程某的女友叫到家中 请求他们参与计划 将黄某杀掉 只是答应了 这边 我真的感觉面子过不去 先接过来再说 后面再想办法 2015年5月25日 谭某来到县城办事 上午10点钟 谭某又接到黄某的威胁电话 谭某下定决心 要在今天杀掉黄某 他曾经听说过有一种药品 人一旦服用后会变得兴奋 而服药后饮酒 就会让人兴奋致死 于是他悄悄买来这种药 计划让黄某吃药后 大量饮酒致死 之后谭某给弟弟程某打句电话 让他把黄某带到县城 程某先来到黄某家 把黄某灌醉 喝了 一个人喝了有七八瓶吗 他可能比我还喝得多 中午一点左右 黄某喝得半岁 程某的女友将其又品到县城 继续喝酒玩乐 这时谭某打电话给程某 让程某用他买的药 毒死黄某 叫我过去之后 他就拿了一瓶 开始拿了三百块钱给我 他说这个你拿去给 那边他又拿了一瓶 给我他说你拿去放在他酒里面给他喝吧 程某把哥哥谭某事先交给他的药带在身上 却并没有拿出来 他因为害怕而不敢对黄某下手 下午三点钟 谭某给弟弟打来电话 得知弟弟程某并没有骗黄某吃下药 谭某有些着急了 他让弟弟和女友再次将黄某骗到附近的一个凉亭中 继继续喝酒 趁黄某不注意 程某的女友把药放进了黄某的酒中 就是感觉没喝那个药一样 后面我就说可能太少了吧 后面我又叫开他 叫开他我自己又跑回来 又给他下了磁壳 天差不多黑了 还是没反应 眼见黄某没有任何反应 程某和女友赶紧告诉了谭某 谭某想到自己可能买到了假药 于是决定亲自动手杀掉黄某 谭某和妻子开着一辆面包车赶到县城 接到程某三人后 谭某谎称要请黄某去旁边的县城吃饭 在车上谭某递给弟弟程某一瓶酒 是以他把酒递给黄某喝 这瓶酒是谭某事先勾兑过的 里面掺杂了一种毒药 我弟说他是小口小口的喝吧 一点一点的喝吧 几口酒下肚 黄某渐渐没了力气 他弹在座位上 开始用微弱的声音向谭某求饶 反正就看到他在那 不会动嘛 他嘴里面就念着 就叫我哥的名字嘛 他说我们和平好不好 就会说这一句 别人都不会说 黄某渐渐没了呼吸 但谭某仍然不放心 他从车里找到了一根绳子 用力勒住了黄某的脖子 我就是递给我老递一头 我拉一头嘛 然后拉了不到一分钟 我手就软了嘛 我手软了 然后我就递给我递嘛 我就说你拉 然后我递都一个人拉嘛 拉了五六分钟嘛 这样才放人 确认黄某死后 谭某把黄某的衣服脱掉 并将车中的酒瓶 绳子等物品 扔到了附近的桥下 之后谭某和妻子 以及弟弟程某和女友四人 将黄某的尸体 抛弃在卢楼镇盘山路边的 一个深洞内 这事已经是凌晨四点 谭某和妻子回到家中 此后谭某的生活 似乎和先前没有什么两样 但每当谭某出门 看到黄某的母亲时 仍然感到异常紧张 就是天天不忘了 没一点点时间 就是要去做工了 做工 做没办法 没办法做不了了 做工都没力了 我说这个我们还是去自首了 经不住内心巨大压力的煎熬 谭某想要去自首 他把想要自首的想法 告诉了弟弟程某 起初程某并不同意 直到2015年6月5日 警方来调查情况 谭某见警察进到黄某家中 就再也坐不住了 他想到被抓是早晚的事 最终 6月5日晚上 谭某等四人经过商量 一起到公安局投案自首 没办法 我们本来坐我们肯定要来自首的 我也不想逃了 逃避是过不了日子的 现在小的没有父母培养 不知道他们以后走上什么路都不懂 由于谭某和妻子已经被公安机关挤押 他们的三个孩子至今仍然不知道父母到底去了哪里 如今13岁的大女儿只能带着弟弟妹妹去旁边的二叔家吃饭 谭某的二哥和二嫂一直帮忙照看着三个孩子 然而他们对此也有着不小的顾虑 钱的话我们收不了 因为我自己有两个加上他们的三个 我又有五个小孩 我是扫大街的 我在里面 车环卫工人 我一个月就一千块的工资 你叫我怎么养不合了 2015年7月9日 陵云县交警大队下达了谭某肇事逃逸的车祸确认书 最终认定谭某承担事故的全部责任 摩托车司机杨某不是故责任 在车祸确认书中 法医写明杨某并没有当场死亡 如果在车祸发生时能够及时得到救治 或许能挽回一条生命 然而谭某的一念之差 却最终酿成了三个家庭的悲剧 这个故事真的是让人唏嘘不已 你说谭某当时就是胆小怕事 然后他是当然肇事逃逸 这是非常重的一个罪 但是他当时确实存在的是侥幸心理 你看为了让黄某别告发自己 我给你钱一个月就给你二百 没想到黄某是变本加厉 我不但要你的钱 我还要你的老婆 那你怎么看待小杨 怎么看待谭某之间的关系 大家会觉得谭某好像在和黄某的交往过程当中 他是一个受害方 但所谓的受害方也就是可怜之人 必有可恨之处 是因为他有把柄抓在这黄某身上 刚才在片子当中 因为我们对黄某的其他的身世 并不是特别的了解 尚有老母四十多岁 从当中片子里面没介绍他是否有过婚姻 靠家里面的出租房屋来挣钱 相对来说不是有什么正当的一个工作 然后跟着一会去跑去拉活 他成为了这个车祸当中的一个目击者 在这过程当中的时候 谭某想堵住他这个嘴 可是没有想到他是一个狮子大开口 200块钱哪能伺候到了黄某的欲望 结果这个窟窿越来越大 后来又把自己的老婆也加上去了 在这种窟窿的时候 他为了他自己的第一个错误 他后面犯了第二个错误 结果你会发现这个窟窿越来越大了 这窟窿越来越大最终自己都盖不住了 那么不得不采取那种极端的方式 也就是谭某夫妻二人 伙同自己的弟弟和弟弟的女友 然后一同把这个黄某给杀死了 那最终等待这四个人将会是什么呢 我觉得刚才小杨说的特别对 就第一个窟窿 对于他一个交通肇事的这个司机来讲 即使是致人死亡 也就是判三年以下的有期徒刑 但是他要给人相应的损失 赔偿人家里一定的金额 但是呢 他不仅没有去救助 那么就像刚才您又说了 如果他是逃逸的 但是呢 当时其实救助是可以把他救活的 对 但是因为他逃逸 证明他还活着 一个生命就没有了 另外呢 又把这个中间这个黄某又给杀了 两条人命 本来最开始呢 他自己一个人就可以承担这个责任 还可以把妻子留下来照看他三个孩子 现在把妻子也搭上了 把自己的弟弟也搭上了 把自己的这个弟弟的女朋友也搭上了 四个人成了团伙犯罪 他成了主犯 那他主犯呢 有两个人命在里面呀 即使是你自首了 你从轻能从轻到什么程度 另外其他三个人作为从犯 都要承担相应的责任 对 最可怜的 就是这三个孩子呀 也是 现在找不着爹妈了 是吧 很多事都是一念之差 小杨 你对这件事 应该 我刚才说是唏嘘不已 你有什么可唏嘘的 我觉得 咱说其实大家注意到这种 还有另外一个 就不应该牵扯到这世林的 就是他的同母异父的那个程某和他的女朋友 咱说呀 亲情重不重要 亲情按道理说是重要的 但是在亲情之前 你得看这个亲情让你干的是什么事情 这个谭某像 这个程某就是说 这个黄某要挟来我的时候 咱们得把他给处理了 那这时候你要有个是非的一个观念 你把自己又拉到沟里去 本来说你这件事跟他不沾边的 还有他那个女朋友 你跟他仅仅是男女朋友关系 在这种情况的时候 不应该是阻止对方干的事 他结果也去把 他自己把药粒给人放进去了 虽然那个药粒是一个假药 其实那时候已经 一个可爱的女儿 两位愤怒的父亲 因为我有考虑到 我会不会张大受骗 我要是把钱还给你 我见不到孩子的话 怎么办 一个神秘的女人 一次短暂的会面 她也特别心疼 后悔 孩子的性格由谁造成 孩子的未来由谁选择 浙江杭州 妻子偷卖亲生女 丈夫追讨生纠纷 热线十二 明日播出